25,000 真打25,000 龟派气功 独门绝学 用了出来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接着来看牌 这手牌伞 薛米拿到AK 马哥在他身后 七九方片做了挤压 挤压还是隔离呢 这桌子上 对上两个人你得小心 一个是薛西米 另外一个是Brenny 你得考虑好 你三败推出来 他们反手来给我印 你怎么处理 薛西米AK推出来 马哥只能盖牌 继续来看牌 Brenny小盲位拿到一对K 夹住到了一千亿 大盲位的Mario 可以跟红桃跟住 翻牌红桃有两张 还有一张A4 Brenny这大口袋对子 被盖上了帽子 贼难受 这水管弓也是个猛人 樊后直接打出满池 Brenny跟下来转牌 又是一个两千五的下注 Brenny的口袋K 还在苦苦支撑 水管弓敢不敢打第三枪 两枪都没能打掉Brenny 他要冒着去跟顶盾对抗的风险 李迟一万一 Mario打出了一万三 盒牌能不能扛下来 Brenny数出了筹码 哎呀 但可惜 还是功亏愉快了 接着往下看 Brenny装卫拿到口袋 实做了三败 这手牌 3Coin可是有一手强牌 这俩人都是暴脾气 这翻牌打光都很正常 3Coin只要推出400 肯定是打光了 别让谁再说 说的没毛病 就是这么个节奏 只发一次 3Coin比较喜欢发一次 比较刺激是吧 口袋时要阻断掉AK的顺子 那么 花色来说 3Coin还是有机会 圈 只有一张圈 转牌 没石没勾 就比较难了 多得AK吗 合牌 恭喜Brenny拿到了一个Double 接着来看这手牌 Jack拿到一对K 小猫卫做了三败 Mario圈钩 红桃跟下来 两个老板之间单挑 翻牌ABB面 抵持5000 Mario打了半持 超队K稳一点跟住 加住也没问题 跟住吧 跟住 主要对手有石 万一一个加住 被推回来也难受 Jack还是做了加住 Mario要利用位置优势 演这张石吗 跟住就是要演下去了 再加住 我就是有石 你信还是不信 他了解Jack老板 他知道Jack应该手里是个超队 Jack继续跟了下来 两人都是深筹马 Mario现在还有操作的空间 转牌红刀8 Mario拿到一手花顺双抽 这给了他很好的理由 去开第二枪 抵持4万 Mario打了一万一万几 这枪好像是没超过半持 这枪打得很轻 Mario Mario是衡量过自己手中的马量来打的这一枪 他怕自己打中了 比如打个什么两万五左右 被跟下来 那合牌 就不足以用手里的筹马来打掉对手了 现在抵持6万5 Mario手里7万7 九沟成顺 这我只能说Mario有机会 抵持6万5 Mario打算打多少 他已经把所有的五千全部都拿了出来 再加上一轮两千是两万左右 这一枪应该是超过了4万 4万8千 将近5万 这是一个非常重的下注 我就是有识 口袋5 也挺像的 Jack老板也没主意了吗 又要用花色来选择跟注 还是盖牌了 黑桃咱就跟了 方片咱就盖了 大家都说在抛硬币之前 心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那么Jack老板心里的答案是什么呢 最终翻出来的是方片 Jack老板 错过了一个大底池 继续来看牌 Mario大忙为A5红桃 加注到了两千 前口为Jack老板 A9黑桃 好 那来看这手单挑 这打着打着 Sashimi人怎么给打没了 Brenny也走了 那咱看两手牌 就结束今晚的急紧吧 翻牌 467 马哥拿到双头顺的听牌 一个小小小牌面 两个人全部过牌 转牌一张三 马哥的顺子到手了 继续check 还在示弱 骗Jack老板下注 Jack老板成功上钩 打出将近满持 check raise的话 很有可能会把 和自己类似的牌型给打掉 那么跟注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3500 合牌 合牌Jack老板 只要拿不到摊牌价值 可能还要打 红桃9 Jack现在有摊牌价值了 而马哥并没有在合牌下注 这一枪有必要开吗 难道Jack是怕自己的 一对9不够大 他怕马拉脱手里是 口袋屎口袋勾吗 哎呀 打了13000 直接打出一个满持 完了 又多送了13000 走 好的朋友们 来看今晚直播的最后一手牌了 Jungle枪口味 A圈红桃三败 自我到了6200 和龟仙人的K圈单挑 翻牌K50 Jungle拿到了 Jungle这是一手花顺双抽 而3Coin拿到顶对 顶对外加一个后门的童画面 干嘛 3Coin这是想先下注吗 你得想好啊 如果自己真的是撞上的是AK 你怎么办 这老头太猛了 14000的坡直接打15000 我这是想把除AK以外的所有牌型啊 全部打掉啊 Jungle这么强的听牌 走应该是不可能走的 来看转牌 非常关键的一张转牌 一张Ace 顺子面被发了出来 Jungle顶对也拿到 牌力还实现了反超 3Coin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一张Ace掉出来啊 不过他毕竟是龟仙人 看看他怎么来处理这种逆境的牌局啊 先过牌再说 难题咱们一会再处理啊 先以不变硬万变是吧 我不动 希望敌也不动 不过Jungle Tun上拿到好牌 这火力也是拉满了 直接下注啊 但打的还不算太重啊 只打了13000 这就是一张Ace在打价值啊 如果转牌是一张方片Ace 那么战斗将更好看啊 Ace来到盒牌 Ace基本不看了 发应该是发不出来了 就看盒牌 3Coin会 会不会 来个什么 孤注一致什么的 最终盒牌一张红桃 Jungle 这应该是纳斯了吧 没问题了吧 这位置优势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3Coin 他必须要放手一波 真的要打吗 3Coin这是拿出了2万还是2万5 2万5吗 真打2万5啊 龟派气功啊 独门绝学 用了出来 只是可惜 对手太强 这龟派气功 注定是要被弹回来的 I'm all in 最终章狗选择欧印游戏结束 这不可能是一个bluff 所以龟仙人没得选 他只能改牌 那么今天晚上的直播 到这也就告一段落了 最终的战况 只有可怜的日本姑娘 Sous Shashimi 输得最多 而排风激进的欧印节 水上7500收关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周的超过关 再见 我是龙凤 下周见 呃 不好意思啊 Sircoin还没盖牌了 我们下周见 最后 tradем будете在我阅年 角度